我從小學五年級開始洗腎 小六的時候媽媽給我一顆腎 因為當時洗腎的原因 所以常常水腫 所以臉都會腫得像麵糰一樣水腫 可是到了國二的時候 因為尿出血 所以醫生就決定把那顆腎臟拿掉 然後之後去化醫才知道說 那顆腎臟有癌症有癌細胞 所以把媽媽給我的腎摘除 因為血色素一直不平穩 然後又把自己的左腎給拿掉 博任開刀指腹膜透吸管的時候 其實我跟他講說 以後這個管子都會跟著你 都要做透吸換藥水的動作 其實當下他也是很不能接受 我們兩個就抱頭痛哭 我們還是要勇敢地面對 謝謝媽媽一直在生命中期間 一直陪伴著我 要謝謝你 這麼無怨無悔地 還捐個聖賬給我 不論我怎麼鬧別扭 不論怎麼任性 還是無怨無悔地為我付出 5295 3 3 5 2 3